機遇是一種兩難 香港本身就是機遇和事實底下造就已成 有點像一座塞根的浮城 新於一個很多機遇的時代 我們最大的挑戰 可能是更加踏實感生活 今次的創作如一張髮王褪色的老照片 爺爺媽媽和爸爸在七十年代住在柴灣的木屋區 他們前舖後居地經營一家小事多 文理商店 直到媽媽兩年前過世 我們整理舊上寶 發現爺爺當年用一二零菲林記錄文理商店 亦因此而勾起這段往事 那時候柴灣區要發展 對爺爺和爸爸來說應該是很好的機遇 可以離開木屋區在屋村住 我很好奇文理商店50年後變成了什麼 所以我和爸爸一起回到士多的原子 就發現文理市多已經變成了一幢水泥場 位置亦正正在地鐵站的對面 我用水泥賭帽的方式去建構影像 水泥不像陶瓷般溫暈 它粗造冰冷 亦都如實地反映我們城市的質感 將物件半倒霧 就好像是第一重攝影 然後我再拍攝舞裏面的庫空間 當庫空間透過庫影像來呈現 光影對到之後 消失了的物件又再次傳滅 市多獨有那種人和人的交流 在一切的機遇之下 大概只剩下一個空殼 一個概念 一個文化符號 我希望用作品去呈現 在機遇和繁華下面 漸漸消失的事物